阿露哈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歡迎亞洲粉水筆電話 我隨便打環節囉 那今天要先幹什麼東西呢 先打一下只剩下4分鐘的賈普拉密林 我記得裡面的話還有這個第16關的這個 蠔羽樹林還沒有打 就先來打一下喔 那裡面基本上第15區的話呢 是有這個 獅医獸的喔 那目前來說是還沒有看到 他有什麼新的這個生物出現啦 所以搞不好 Maybe或許這個羽林啦 裡面也有藏什麼新生物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裡面會發生賈米事情 那既然是我的惡魔族的角色的話呢 那我們一樣也放上一些能夠打這個 惡魔族的這個 我們用這個打惡魔族三法師的這個隊伍 來打一下蠔羽樹林喔 來 抽取 這個我們這個蠔羽樹林 究竟裡面有沒有新東西 因為目前來說 所有的這個關卡都有新東西 結果他沒有喔 所以 這關卡感覺好像 比較不合群 喔有來了 這一次的這個新的這個異星珠珠登場喔 然後這關比較麻煩的是 裡面還有藏一堆這個 這個 不死的這個螞蟻 但這個珠珠看起來好像是會那個喔 是會就是有那個暫停的這個效果 然後這關卡裡面是這個 樹懶魔喔 樹懶魔我們這個 最和哀可親的 呵呵呵 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欸超獸種的這種大boss裡面 最喜歡的就是他了喔 看起來最 最沒有什麼殺傷力 你看直接被射死了 呵呵呵呵 目前你們覺得就是 欸 裡面還是有哪一些角色你們覺得就是最還好 目前來說我們這些超獸種 因為 像我們現在目前來說比較大隻的大概就是樹懶魔嘛 然後還有那個 樹懶魔寄居蟹然後貓頭鷹 再跟他們我們一些那個其他的一些那個什麼超獸種 那我覺得目前來說 這個樹懶魔真的是 最和哀又可親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記得這邊的話 超獸種系列的話呢 後面這兩隻是好像還好啦喔 這兩隻還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這隻紅色敵人這個超獸這個紅火馬也算是一隻 然後迷你白漩渦 那他是漂浮的他不是超獸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大概就是那個 還有這隻啦 那我覺得裡面最好打的真的就是那個了好不好 就是我們那個樹懶魔了 你看還有我們這個小雞啊 然後還有這個 古代的這個啊 然後還有這個超級天子星星啊 跟我們這個啊 這隻真的是目前來說我覺得就是 整個超獸家族裡面最和哀可親了喔 這個超獸完全沒問題 簡簡單單那種感覺喔 然後獵人地圖先來打一下 沒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 欸你們自己如果心目標票選一隻就是 就是最比較輕鬆可以打的那個超獸種的話 你們要挑誰 就是比較 比較那種就是小敵的那種就是不挑的話 挑這幾隻就是比較大老的話 我真的覺得大概就是這個 樹懶魔是整個就是最輕鬆的喔 樹懶魔整個就是 超級無敵仁恥 也不會做什麼太大的事情 然後 攻速又慢 然後也不是說就是 一發直接把我們給幹掉的那種類型 整個就很舒服 你看像黃獸石櫃關卡 我記得好像是那個 是那個貓頭鷹吧 喔 貓頭鷹就 也是很麻煩的喔 好 你就盡量把這個陣線往前帶 然後 讓我們這個打漂浮敵人的角色全部都站到前面去 這樣就比較好 啊主要來說貓頭鷹就是有人幫他扛前面的話 就會變得很無敵啦 那如果沒人幫他扛前面的話 記得那他就 就真的就 很 也是跟樹懶魔差不多 但是 樹懶魔真的是 怎麼樣都沒差 都很好打的感覺好不好 喔 目前感受起來啦 好 黃獸石火山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直接拿下 謝謝大家 好 那再來就是慢慢繼續存一下我們這個石頭 然後打這個陸煞了喔 好 那現在來說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烏龜烏龜叫盆地 跳房子山峰 喔 上次面對的這個一堆這個毒雞對不對 然後 還有我們這個小漩渦 那 這關基本上就是他會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所以 也沒有到就是那麼的輕鬆這樣子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用一下 一樣粉紅浩姬我覺得還算不錯 然後 黑蒂絲 一堆抗毒雞的我們都給他走起 來來來 抗毒雞的 毒雞效果無效 然後 這個巴比貓塔 然後我們的這個 黑蒂絲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那個誰啊 這個暗舞娘好了 欸所以 目前來說那個毒雞效果的話呢 黑凱下去是不是也可以讓他就是無法發毒 那我記得毒雞效果好像跟渾身一級效果是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 你沒有辦法 取消 的嗎 忘記了 真的忘記 沒關係 黑蒂絲 走起 然後這關記得上一堆那個飄浮性的敵人喔 所以就是 用這個飄浮的這個角色直接給他打一波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黑蒂絲加油 黑蒂絲大概就只有打毒雞的時候我們會把他拿出來使用這樣子喔 好 下一隻粉紅浩雞 我真的很喜歡看粉紅浩雞就是去牽制就是那個飄浮敵人這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 看起來很舒服 就是他會給他一些就是那個飄浮敵人的一些防愛效果這樣子 可愛的 然後我們這個暗舞娘好像是打無屬性的對不對 應該帶錯了 我只是看到他剛好也有就是 也有我們就是那個 抗毒雞我就帶了喔 跳房子三豐 這關感覺應該要打快一點點 不然就是 在他們出了那一堆東西之後 我們要趕快就是把他們就是全部給 給輾殺 不然我們也會很辛苦這樣子喔 疊多一點這個打飄浮敵人的應該就ok了 如果再不行的話喔 我們就是 再看一下我們一些飄浮敵人暫停角 把他們暫停在這邊就ok了 其實我們這邊粉紅炮雞也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攻擊 就是他可以就是做一個擊退啊或是暫停啊 這些都ok 舒服的舒服的 來來來來來 只要不要被毒擊到我們就ok 完了 是不是要出事了 趕快趕快趕快 攻擊力下降再加一個暫停可以 哇 當然黑帝斯掛了 看來這邊的話這個紅色敵人還是得 得想辦法解決一下 是不是要出個二號機之類的 快快快快我們趕快把陣線往前帶喔 不然待會要出更多了喔 那這會真的會不喝不了喔 再來一個好幾十隻的那個毒擊我就完蛋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剛好因為這關有這個海踏 所以我們這邊出這個暗黑舞陽好像還是可以的 踏踏 暗黑踏踏貓 也是可以的 來了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他們又來了 但是這邊的話粉紅號機全部做一波簽字 請他們全部吃效果快點粉紅號機 GOGOGO 我真的很喜歡用粉紅號機來打他們 完了 碰到一次毒擊 巴比貓塔爺也受到一次衝擊 完了 完了完了 喔 但是這個巴比貓塔 哇 這邊直接一個破壞死光 完全讓他們死光光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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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這必須要打快一點了喔 不然 他們又要誕生更多就慘了 好第三波的這個小拳我來了喔 沒事沒事 清掉清掉 哇這個噴毒仔 有夠恐怖 哇哇哇哇哇哇欸 這個巴比貓塔 沒了 黑地獅也沒了 喂喂喂 完了 好像 好像不是那麼樂觀耶 怎麼了怎麼了 完蛋了 怎麼好像不是那麼樂觀 而且我們這邊粉紅號機 沒有用到太多次的牽制 死定了死定了 你居然沒有牽制到 然後你就掛了 哇這個毒擊 沒事沒事沒事 看來要把陣線拉回來了各位 呵呵呵 要從頭來過了各位 哇 快快快快快快 太意思滿意 太意思滿意 走起走起 還是其實打到最後面的話 他就不會再出了 因為我們上次其實 算是滿前面的時候 然後就掛掉了 搞不好他們就這幾波 然後撐住就沒了 喔 可以嗎 好像沒了喔 跳房子三豐 看起來是ok的喔 nice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這關用那個好了 用黑凱會怎麼樣好了 因為大家好像也有推薦就是用黑凱 基本上最近的話啦 就是新關卡的話 哄哲平通常都是 會用藍眼睛的 可是如果一開始就是 如果我們其他隊伍可以先扁的話 那也可以就是不用用藍眼睛啦 我們就直接 給他甩過去就可以了 好跳房子三豐 那這邊一樣是用我們的那個 黑蒂絲先來一下 黑蒂絲然後魚的貓 哇完了 加速關掉 欸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 喔欸不對欸 那個毒雞 毒雞怎麼這麼條掰 中火效果 中火效果開下去不知道他還會不會用毒雞 我記得好像不會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也是用那個方法然後去打企鵝大哥對不對 我想起來了就是 改造生物的話不是有一個企鵝大哥嗎 他也是會用毒雞的 所以毒雞跟渾身一擊又是不一樣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邊看起來啊你們知道嗎 就是大家如果藍眼睛 你們可以去抽這個黑鎧的話一定要去抽啊 因為黑鎧的這個中火限制效果真的是 真的是太猛了好不好 他可以直接就是 欸讓別人不會暫停不會緩速不會傳送然後還沒辦法放毒雞好不好 嗨的咧 你看直接是這個中火效果 全部攻擊就變普通攻擊了 這個 這個火鎧 這個毒雞鎧鎧 就變成這個 喝哀可欣的這個小火雞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用黑鎧就可以了 用黑鎧就可以了 啊如果你沒有黑鎧的話基本上就是 也是可以用一些就是打 漂浮的或是用我們一些那個抗毒雞的啦 黑地獅這些都不錯 只要讓他就是 不能一直往前走 然後後面再有一些 限制他們的或是牽制的角色都ok 我覺得 粉紅好奇我也是很推啦 我覺得看他那種就是一陀拉谷的那個 漂浮的敵人啊 中到就是那個就是 漂浮的敵人的那種牽制效果 看上去會很爽耶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呵呵 我會覺得 哇 蠻爽的 那看像現在目前還做這個黑鎧有沒有 全部吃到這個中火效果也是蠻爽的 所以直接叫黑鎧就可以打贏這個關卡了 跳房子山蹦沒有問題 那大家如果沒有這些角色的話 你們都是用我們隊伍來通關了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一些需要幫助的觀眾朋友們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玩到這邊 老文字小牌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